叶灵上师 何况这人缘混杂的贫民窟大意不得 是 不好 影子大人有异动 柳云 你敢打我 再敢招惹雅夫雅夕 死 宝哥 你没事吧 好累了吧 这是阿宝请来抓我的人 既然被我发现了 那就别走了 他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如此卖命 你只需要知道 敢在这里闹事 就等于和我为敌 倒是忠心耿耿 可惜 跟错了人 这便是你的招式 不如 看看你身后 什么 神法巧妙诡诀 你难不成是灵蛇一族的刺客 什么灵蛇 还在装 看来离他越远 影子威力也就越小 没想到你竟能算出 魁影术的极限距离 果然不简单 这么明显的破绽 就算是三岁志同 也能看得出来吧 观察力不错 只可惜误入歧途 白费了这么好的天赋 若还有招 大可以再使出来 那便看看 你能否接下我这一招 鬼啊 逆灵之物 这是那小子的尸骸 怎么会这般哭泣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我的使灵匕首 总是吸收十万妖魔精血铸成 凶杀异常 不知你石海中的那把剑 能否挡得住他的锋芒 进来 斩 怎么可能 这把剑 难不成是 帝尊级别的武器 怎么 这把剑 怎会这么强势 灵匕首 灵匕首 你被拨挤了 不管是身法还是义士 你都堪称一绝 没想到阿宝还有点能耐 竟然有你这样的武皇帮他 什么阿宝阿辈的 我堂堂暗影武皇 乃是夜灵上师的守护者 你既是夜灵上师的人 又为何要来杀我 这探西石 乃是那位楚大人留下的质保 不知为何会因你而失误 参见影子大人 大人在上 我要控告这个小贼杀人如麻 实在让我害怕 有这回事 大人 我所言非虚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 有云 你死罪已定 休想狡辩 刚与我战斗时 这小子即便负伤 也要保护一个与他无关的人 我不认为他会做害人的事情 你可敢用性命做赌注 此事可以彻查 但鲁真相并非如此 休怪本皇无情 大人 我坦白 我是嫉妒他和雅夫雅兴交好 让我失了面子 才想借此除掉他 此人竟诬蔑你 那便由你决定他的活路吧 我错了 刘云 饶了我这一次吧 按钧目成规 此番行为应当如何 杀鸣啊 刚与我对战 你的战斗意识和身法都不错 胆识也够 不如随我一起去见夜灵上师吧 我吗 当然 正好夜灵上师手下缺少战士 你是那个合适的人选 无许有机会 可以将雅夫雅兴引荐过去 又老了 这些天 他一直在此地奔波 为清暮学府 招收那些颇具炼丹天赋的平民孤弟子 夜灵大贤者 你已经治疗了七天七夜 不如休息一下吧 还有很多人等着我去救治 我不能停下来 夜灵大贤者救活了奶奶 夜灵大贤者救活了奶奶 哪家的孩子这么激动 夜灵上师 我带了一个很有战斗天赋的年轻人过来 或许可以培养一二 是 是你 魂迷浅 我不是在人族吗 灵魂 怎么会无故穿梭到妖族领地 大王 你终于醒了 一百多年了 您不会是把梦西给忘了吧 似乎是十足大能 将我召唤到了这具躯壳里 它究竟有什么用意 睡了太久 的确记不清了 我们三姐妹 您想先吃谁啊 真是用来吃的 当然了 我们天香湖 是您预备过冬的食物呀 大王 您是嫌琴儿酿的竹叶青 不好喝吗 再好的酒 只要加进不该有的东西 味道也变了 我们无冤无仇 为何要害我们 我们天香湖被蛇族吃到人丁凋零 如今 便该由你替他们赎罪 我的尾巴软了吗 九尾灵舞 石珠 你的招式似乎不太精准 大王 好帅 是 是我这个做姐姐的管教无方 要惩罚 就惩罚我吧 姐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就是死吗 那我 那我就成全你 若你们死在这儿 本王还怎么安静 姐姐快走 没想到这副妖身真有移山倒海的本事 只要妖身主人还没有回归 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那 眼下最重要的 是为雅仙和雅夫寻些炼丹秘籍 瞧一瞧看一看了 新鲜出炉的脆体蛋 人族的王器集炼丹鲁 五魅灵石 没想到领地沦陷后 人族眼中失传的智老 却在妖族这里像垃圾一样夹 哥哥 能不能便宜一点 我这弹药 吃一颗 就能帮你们凑阴阳一重天 突破到涅槃境 就值这个价儿 钱不够 零力来凑 零力 姐 你疯了 复兴族群 是我一生的夙愿 就算要我死 我也情愿 你要是死了 我和月儿怎么办 日后族群壮大了 你们也会过得更幸福 如果复兴族群会失去你 那我宁愿不要 清姐姐说得对 清姐姐才是我们的家人 走 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还算有眼光 对不起 我别无选择 什么宝贝 也让我也开开眼呗 你也来了 不是放我们走吗 怎么说话不算话 好嘞 灵蝎草 地灵枝 还有一位玄冥极地身 主打灵力驱散之效 不懂就别在这儿下折 来来来 拿走 他的丹药是假的 别说提升修为 能不能活下来都两说 骗鬼呢 天底下除了你 还有谁会害我们 再见 不对 最后再也别见 只有丹药 才能让我们迅速成为强者 族群才有希望 就算没有丹药速成 我一样能成为强者 不让你们受欺负 那我也不勉强你 突破了 那蛇妖鬼话连天 还敢骗我们说是假的 怎么会 这样 我去找人救你们 别败力气了 你们三姐妹 前突后撬 把你们卖去逍遥楼 我还能赚到一大笔钱 你做了吗 小心 这么强硬 怎么能服侍好客人哪 我来好好调教调教你 洪 你还没有资格 又是你来怀我好事 我会磕石神功 根本就打不死我 好厉害 多谢大王 臭手相救 我要死 别怕 姐姐在这儿 姐姐 救我 之前都是我的错 只要你能救下他们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复兴族群 从来都不失意识 若你们追随于我 我会帮助你们天香湖 成为妖中大族 小妖愿追随大王 小妖愿追随大王 要是你真的说到做到 我就 做你的侍女 告诉我 哪里可以寻得人族单道 我所知的只有青木塔 只是这里被暴雄族的 靠山王管辖 一般人很难接近 哦 那我可要会会他了 徐大哥 快醒醒 再不把他交出来 我就把这破庙烧了 今天运气不错 竟然在平民窟里找到了一个姿色不错的女孩 这次老宝也该能给个不错的价格 抓过来我看看 放手 放开我 不错不错 这小模样长得可真军哪 这次咱俩可发达了 别冲动 你去了就是送死 那是我妹妹 光天化日 竟敢绑人 还有没有王法了 你不看看现在什么世道 妖族都快捧走乾坤大陆了 整个人族都岌岌可危 谁会在乎你们这几个孤儿啊 这里可是天神庙 你们胆敢如此为废作胆 就不怕天神降怒吗 天神降怒 听到没有 天神已经怒了 再不放开我妹妹 你们必将死无造神之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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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所谓的神 已经被我一脚拆进了院子里 去喝臭水去了 他能奈我喝呀 哼 哼 以我们天灵境的实力 要是让这两个女孩跑了 可就让人笑笑大哑 我们要不要去救人 你们想送死别拉着我 别看 这乱世人人自危 可没有人会来救你们 天神 叫救我们吧 哈哈哈哈 海 就算天神降 Tree 也救不了你们 海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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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古怪 撤 太好了 雅夫雅馨 你们没事了吗 和你无关 那两个人太强了 就算我们一起上 也根本打不过 可是你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 我雅夫不屑与你为伍 姐姐 她 她真的是天神下凡 专门来拯救我们姐妹的吗 即便她不是天神下凡 也绝对不是凡夫俗子 谁能百年不吃不喝 水火不亲 姐姐 那两个人贩子 随时都会赶回来的 咱们怎么办啊 她救了我们 我们绝对不能抛下她离开 先救醒她 你们 你们在做什么 你好 多谢您救了我们 救了你们 你们是谁 这是哪里 我是雅芙 这是我妹妹雅馨 我们现在正在南部珠洲的巨木城 那我是谁 你 你不会是失忆了吧 那也不要紧 像我们这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 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 很多时候 失忆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百多年前 妖族大军在覆没了魔族后 对人族发动了战争 东州 西州 北州 中州 四大州相继陷落 只剩下南部珠洲 我们的父母也死在了战乱中 要不是真林大陆及时赶到 我们人族恐怕已经负面了 这里聚集了五大州的千亿难民 大主皇室也忙于抵抗妖族 根本没有精力来管我们 那你们是如何生存呢 七大将之一的窦木战将 也就是青木学府的大贤者 燕灵 会常来救济我们 不然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了 再过一周 便是招募之日了 这一次 我们一定会通过考核 加入青木学府 成为一个光荣的炼带师 我现在记忆全无 要想找回自己的身份 必须先提升修为 在这个乱世活下去 果然还在这里 这是你的报仇 没想到你不仅胆小怯懦 还和这伙人 反思同流合污 我阿宝得不到的人 谁也不想得到 你无耻 是乖乖自己走 还是要我们亲自动手 你们快走 好一出英雄就美 我很欣赏 等一下 我们会好好让你品尝一下 灵池的滋味 我们从来不杀无名之辈 报上你的名字 刘云 刘云是吧 记住 下辈子遇到我们哥俩 记得跪远点 好快的反速度 但是你出手太慢了 你 找死 难道我是剑修 我耐儿童者 杀无事 不好 怎么可能 他竟然一招就杀了天灵经的强者 是我宫愿不侍太神 求求你 放过我 不要 不要 死 那 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